一大匙的滷肉淋在白飯上 看了垂涎三尺 到底秘訣是什麼 全部溫體豬 然後都是要自己洗過 然後滷過 再下去炒 溫體豬肉下去慢火熬煮 滷到透徹 但一碗滷肉飯 居然只賣十元佛心價 讓阿嬤吃得津津有味 占不絕口 而佛心價不只有一碗十元的滷肉飯 還有經過先滷後炸的排骨 真材實料不縮水 搭配三菜及一顆滷蛋 這一盒排骨飯只賣50元銅板價 讓客人趨之若霧 對啊 就簡單啦 選擇困難的人來買很方便 好像可以選菜 對啊 對啊 開選幾樣菜還蠻多的 就四樣啊 就包含一個蛋啊 包含一個蛋就四樣 排比也是很大 不小啊 不縮水 就怕中午大排長龍 早上十點就有客人先來買午餐 三十年來 物價都翻漲了好幾倍 但一碗滷肉飯只賣十元 便當也不漲價 老闆怎麼辦到的 我們現在就是也沒有在 小孩子都長大了啦 現在就堂著自己的啦 然後賺也沒什麼賺錢啦 就是說做個身體健康 這完全沒有想過要長二百元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也沒有在 也沒有 現在也沒有 也沒什麼利潤啦 完全沒有利潤 怎麼說 排上排骨 但這排骨的話 還有一顆滷蛋 還有三樣菜 還有飯 還有滷肉 但加起來都不止五十塊 有辦什麼弱勢活動 他也願意來支援提供啦 因為這個便當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們講的銅板架 所以陳儒這個先生講的 他是真的讚 這個便當一個帶回去 有肉 有蛋 有蔬菜 基本上營養都夠了 所以說他們兩夫妻就覺得說 這就要當這一份事業啦 大大一碗十元的滷肉飯 滿滿的愛心 無形中讓不少弱勢家庭 勉強喬一頓溫飽 尊財食料的堅持 就像店門口招牌 天下滷肉飯的美名 果然名不虛傳 記者 黃梢民 金融報導